南瓜不要再炖着吃,手不粘面做个南瓜小发糕 比蒸馒头简单,松软又香甜 蒸好的南瓜泥加白糖,鸡蛋,发酵粉,牛奶 先搅拌均匀,再少量多次加入适量面粉 拌成这样浓稠的面糊,密封发酵至两倍大 再搅拌排气,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备一套这样的硅胶模具 可以蒸,可以烤,做发糕,蛋糕都很方便 也不用刷油,直接放到7分满 上汽后蒸15分钟,再焖2分钟 松松软软,还有淡淡的南瓜香甜 比蒸馒头简单多了,收藏做起来吧